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 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杨家长辈经 彭壁升辉 非常高兴邀请到 这个环境友善种子的 永续部长 陈湘宁 我今天要跟他请教 因为他们通过了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顺利的通过非常严酷的 ISO 2021的认证 那湘宁先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环境友善种子 友种团队的湘宁 湘宁我先问一下 我一直很好奇 因为认识你也一阵子 为什么你有一个外号叫小金刚 那个时候你们的创办人跟我讲说 你去找小金刚 我就说你是在讲一个水果的名字吗 还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外号 因为必然是念环境教育的相关科系 那其实念这个科系不是说 一直都在室内做一些文书作业 我们也需要上山下海的 所以过去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就有一个金刚八笔之称 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就不要讲八笔 就变成了金刚 那我那时候就很希望说大家至少在前面加个小 感觉比较没有那么雄壮威武这样子 原来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有小金刚的名称 OK了解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你们讨论到说 有种是不是要去申请这个ISO20124 这个算是公众活动的永续管理 对 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宏越国际公司 他们那时候就在和平岛执行的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认为永续活动的管理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就去申请了ISO20121的验证 那刚好我们的执行长舒子到了和平岛 跟宏越这边聊过之后发现 其实有种应该也要来申请这个验证 因为虽然说我们是在做环境教育 本身做的内容已经跟永续有相关 没有错 可是我们在活动的规划过程 还有执行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可以朝向更永续活动的方式来管理 而且后来才发现 其实这个管理它不是只有针对环境 它也针对了社会 还有我们更多利害关系人的沟通 所以那时候他也希望说 我们通过这个验证之后 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活动 可以应该说维持更好的品质 然后可以朝向更永续的方式前进 是 了解 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活动举办的永续管理 我觉得它面向很多 因为我是外行人 我就觉得好复杂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一个活动的举办 以有种为例好了 有种可能是活动的执行方 那因此他有一个活动的业主 我们通常会讲 Event Owner 对 那Event Owner可能要先跟他沟通 那沟通之后 你们要开始举办这些相关的活动 所以你们可能有执行人员 参与单位 甚至还有供应商 对 然后还有参加活动的民众 然后这个活动发生的这个场域 也有在地的邻里 社区的一些成员 那甚至活动的举办 因为是公众型的这种活动 它可能有很多相关的法规 安全等等这些关照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那这个ISO 2021的认证 它主要的重点项目跟环节是什么 好 那我先从刚刚嘉燕执行长那边提到的 利害关系人这几个角度出发 就是我们在办一个活动之前 我们就会开始思考 它跟哪些人会有关系 所以它可能是我们的业主 可能是会跟我们一起筹划活动的单位 在地的组织 或是供应商 它会供应我们服务或产品 还有包含参与的民众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 我们就会先去鉴别说 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我要先去了解一下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或者是对永续活动这件事情的想法或期待 那它可能就会成为 我们办这个活动要考量的其中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说 ISO的这个20121的永续活动管理呢 它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的 那最底下最重要的这个层次就是办活动过程 你必须要去符合到法规 也就是说假设我活动过程当中 我会违反到法令 比如说制造过多的噪音 那这样就违法 或者是说可能我选用的供应商 它提供的这个产品是不合法的 或甚至是有安全疑虑的 那这样子我们也就不能采用 也就是说有序活动的管理呢 它并不是只在意环境 它其实是从最底下的这个基础的考量 它就先从你有没有符合法规开始 所以它是从一层一层把关 然后接下来第二层呢 才是那我在活动过程 我开始去思考会有哪些风险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在暑假办 在海边的活动 那它可能会有例如说台风啦 或者是一些就是它如果是不小心溺水啦 失足啊等等这些状况 我们都要事先先考量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也会在我们规划活动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纳进去 所以它第二层是考量降低风险 所以第一层符合法规 第二层要如何降低风险 然后第三层才会是永续目标 那永续目标它就会分成三个层面 也就是环境层面 社会层面 还有经济层面 那环境层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设定 假设说我今天办活动 我不希望制造很多一次性的用品 所以我就可以在设定我永续目标上面呢 就可以写 我如何减少我降低一次性用品的这个做法 那社会层面呢 它可能是对于在地社区啊 或者是一些社会团体啊 我可以怎么样去创造我的永续的效益给他们 那经济呢 就是那我甚至是我可以创造什么样更多的收益 给不同的团体或个人吗 好创造更多不同的这个领域工作者的收益吗 当然这以上只是举例 就是说这些目标都可以因应各个公司各个单位 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透过利害关心人的调查 了解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内部呢 在做一些议题的鉴别之后 我们去设定我们的永续目标 所以这个永续目标就变成我们每一场活动都希望可以依循这样的目标来执行 那这个执行的过程 我就必须要留下一些佐证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百分之多少的活动呢 都是不提供一次性的用品 那我要怎么来证明我有做到这件事呢 我可能就要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甚至一些文件佐证 就是定一些循环参合的这个文件的佐证 来佐证我的确有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当然也就是ISO在执行过程中最为人所痛苦的一些历程 不过这些都是为了要我们去确实的把关这个活动的品质 这样子我们的业主或我们的参与者 他们其实是受到保障的 因为我们可能就不会去让他们深陷一个可能会有危险 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风险甚至违法这个活动当中 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在办的这个环境教育活动也好 永续教育活动也好 本质上我们希望为了地球为了人好 但是我在规划跟执行的过程中 我也是考量到活动的品质跟安全的 是了解 所以看起来好几个面向 比如说其实油种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永续使命的公司 那你们也获得了低型企业的这个认证 那刚刚讲的几个ISO的环节 我觉得有一些很多是基本的要求 比如说法规遵循 对 比如说风险管理 安全的这些管理 对 那这些算基本的 但如果再更往前去推进一些永续目标的追求 你刚才也讲了很多的面向 可是看起来这些价值的取舍 价值的推展 这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看起来以执行者来说 你们觉得最像噩梦般的 大概就是这些佐证资料的这种常态化 把它融进在日常的工作流程之中 而且很合理化的一直持续的推动 对不对 没错 OK 哇 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问一下就是 这个第三方认证 就是ISO 2021的这个认证 它大概要经过哪几个步骤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比如说你可能要先找一个第三方的认证单位吗 然后先跟他们咨询一些项目 然后甚至收集一些相关的文献 然后最后要怎么准备好 接受查证 这个环节可不可以跟我们大致说明 大致吗 对 详细说明也可以 因为的确是蛮长的一个过程 当然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验证的团队 那我们那时候找的是BSI 英国标准协会 当然他们其实是不会辅导我们做到很细致的 他们的工作就是来检合我们做的怎么样这样子 查证中立的第三方 没错 他们必须中立 他们也不可能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技巧 或者是方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找了另外一家的顾问工作 对 来帮我们做整个过程的教育训练跟辅导 对 然后帮我们建制整个运作的系统 对 所以透过这样的系统建设我们就比较知道 我们要从什么样的开始来建构资料 然后收集资料 收集完之后要做什么 那做好了之后要请大家发什么表 给谁填写 给谁填写 然后要收回来 他就是一个很冗长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做一个业务的分组 对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总招 总招就是执行长 那跟我们营运长来召集大家 然后再来会有统筹执行 就是统筹所有的这个分工的部门 然后会有业务组 那业务组其实就是我们营运部门 他就是去规划执行活动方案的 然后还会有内部集合组 内部集合就是在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缺失 那如果有缺失的话就要开缺失单 对 然后还有管理组 他就是负责所有文件的建档编码 销毁 对 保管 然后不会被其他人修改 因为其实ISO他对于文件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就是我们不是像平常过的牌板那样 想改就改 你一定要提出申请 好 那申请完之后原本的要盖座费章 然后呢 编号全部都要改 对 所以呢 他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对 所以说 这个ISO一开始要怎么运作呢 他其实是要找到辅导单位 然后告诉我们开始怎么建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逐步的去把一些文件建构起来 然后再去 比如说我们要请供应商或恋爱关系人 前承诺书跟我们一起共同去推动永续活动 或者是我要发一些厉害关系人问卷 那在此同时呢 也要去做一些法规鉴别 就是我们公司的营运涉及到所有的法令 所以我们要上全国的这个法令的这个网站 去查询跟公司经营 还有我们的活动规划 推动所有有相关的法令 全部都要查过 那包含我们在公司的这个营运 跟推动活动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一些违法的疑虑或是有些该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做赶快把它补做起来 所以就是在确保我们在活动规划跟执行 还有甚至是组织整个营运的过程都不会有违法的疑虑 所以这个法规鉴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然后再来就是永续沟通的这件事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我们要跟利害关系的人或是供应商 然后一些伙伴沟通的过程 我们都要应该说尽可能的记录下来 因为ISO它其实是很在意 你们有没有努力去做沟通 那这个沟通包含内部员工的沟通 也就是你有对你的员工说ISO是什么吗 那你有跟他们传达ISO这件事的价值吗 那对外沟通你有跟你的这个供应商 传达过你们的关切是什么吗 所以这一些内容 其实他们都会希望你看到你的沟通过程 所以假设说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 比如说我找到的餐厅 我们后来才发现 它其实是可能在厨师的证照 或是在环境的管理方面可能有点疑虑的 那过程当中我不能就装作没有看到 我就是要开始去跟他做沟通 那你们可不可以去协助我们 然后也协助厨师去取得证照呢 或者是说那假设说 你们对这个环境的安全的掌握度 你们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样的佐证资料化 那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照片 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场刊的时候 去现场先看一下吗 那这一些沟通的过程最好都要留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 对于ISO的这个验证来讲 他就会觉得 其实你有在努力沟通 那即使后面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做到100分 但是你至少是在一个持续的检讨跟改进 跟沟通的过程 那那个才是ISO最重视的事情 哇 真的是大工程 我先问一下 那从开始启动 一直到完成第三方认证 总共花了你们团队多少时间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 哇 OK 四个月要等于是在这个顾问公司 辅导公司的协助之下 你们要订定一些策略方向 然后组织编制要整合起来 对 然后人员的观念 我猜那个沟通可能是比较中长期 要一直持续下去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 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认证有效期多长 一年 哇 那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过期要需要再认证 其实我们今年十月的时候 就会接受再认证的这个审查了 对 那我们是今年好像一月的时候办证的 那不错啦 第一次 很难 第二次就会慢慢慢慢慢慢就会习惯 那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讲到好多的沟通 在刚刚的这几类关系人沟通里面 你觉得哪一些关系人是最需要持续的沟通 然后沟通起来真的很难 大概你可不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你的甘苦谈 我觉得大概有两类吧 一类当然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啦 对就是尤其是他可能会有违法疑虑或是安全疑虑的这一种 例如说餐饮类还有运输类交通运输的这一种 因为呢 ISO的第一层就是你要符合法规 所以假设说他可能是一个在地社区的妇女 组出来的餐 那可能我们就会开始去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去降低我们的风险 对确保他符合食品安全这些相关要求 对没错没错 那同时呢我也要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供应商 假设我今天真的真的都找不到 然后我真的非得只能用这位供应商的时候 那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说服自己跟组织 就是我们是一定可以去降低他的风险的 所以供应商的沟通包含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什么照片啊 要什么资料啊 要什么就是你的证书 对这一些过程其实都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对他甚至会觉得你们这笔那么小的声音 你们那种二三十人的公司 算了吧你们去找别人好了 这种我们也是会有遇过 对就是他就宁愿不做我们的生意的也是有 那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就是要持续的释出善意 让对方觉得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在着想 如果是这样 其实对于你未来的永续经营 其实会有更大的好处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有利于我们自己 对你其实也是会有利的想法 其实可以持续委婉的一直做这件事 对那包含说除了供应商之外 还有我们内部的员工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很多其实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在做了啦 只是没有形式化或制度化而已 但是我今天为了ISO 我要把它弄表单出来 我要弄很多的佐证资料出来 所以会花我很多的时间 那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拿去做活动规划 执行影响更多人 让更多人愿意爱地球呢 对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质疑 那这个质疑可能来自于员工 也有可能来自于主管 对所以其实在 你说的是主管是中层中基层的主管吗 对对对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 因为大家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多 所以额外多做的这件事 可能不见得每个人价值观都认同 而且他必须要就是很有一致性的 每次都要做 那长期下来就会觉得很琐碎 很麻烦 对所以在内部的这个主管 或是员工的沟通上面 我们也是一直有在花心思 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说你只要执行的过程 你有一点的意见想法 不舒服或想提出争取的 我们都很欢迎你直接提出来 对然后我们在共同的讨论 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流程 大家会比较方便 在以不违反我们永续目标的前提之下 所以我们会持续释放这样的讯息 跟大家持续沟通 那假设今天内部在执行对外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的确发生了一些 违反我们ISO精神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即的去跟大家讨论 那下次我们怎么样调整 可以避免这样子违反我们ISO精神的状态 可以再避免它再次发生 对那借此也让大家更能够同感说 所以ISO其实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大家不要去违法 然后避免一些风险的发生之外 它也能够达成永续目标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对组织 或是对个人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个依循的途径 是 真的不简单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些厉害关系的人 比如说供应商 那个不完全操制在我们 对没错 内部的同仁 特别是主管 也许还比较有机会 一直持续不断的去沟通跟说服 然后让实际的这个工作流程 可以合理化的落实 这每一项要求 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在做这一次 ISO的认证的过程 有没有觉得因为需要一些佐证资料 那佐证资料 如果有系统性的管理的话 比如说系统的导路 有些甚至是系统生成 它会不会比较容易减少一些 人工的一些失误 这一次的认证 你们有觉得在系统上面 有需要要加强或建制的地方吗 额外的 对的确就是 这一次因为在文件资料的部分很多 所以我们一开始 的确是为了要通过ISO 所以我们额外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但是我们是用非常简单的系统 我们是用Google云端的系统来做而已 那包含说这个档案 它谁可以看到 谁不能看到 对谁可以修改 谁不能修改 全线的区隔 对全线的区隔 它可能就需要花很大的功夫 另外就是它还要跟我们公司 原本的资料夹 或原本运作系统做整并 对所以其实我们通过之后 就持续有在一直做整并这件事 对因为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每年的年底 都要做各个专案工作的数据的回报 或是照片 档案的上传等等的 那假设今天又多了一个ISO的档案资料要上传的话 对大家来讲就是两个路径 一个是for ISO的 一个是公司原本就在做的事 那这样就变成双头并进 大家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也是在跟大家讨论之后呢 决定说 其实我们额外新增的这个系统 怎么样并入到我们原本就在运作的体制当中了 那大家就不会觉得一直在做这些资料上传的工作 甚至是他做一次的动作 填一个表格 他就可以去回应到公司的资料的需求 他也可以回应到永续的这个ISO20121的需求 那因为另外我们还有B型企业认证 那B型企业认证就是 三年 对我们今年也是在准备要再验证 所以说他就会变成不同的这些资料系统 我们持续而在做准备 不过也必须老实说他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应该不会引起离职潮吧 我们就持续用温情公式 OK OK 所以小金刚也有温柔的一面 一定要有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B型企业认证是三年前了嘛 现在要再renew再更新 那ISO是去年的事 但是今年也要再更新 如果你现在因为那你这样已经有一点身经好几战了 几次的战役 那现在等于是再来 你觉得有哪些地方跟过去相比 你会想要做更好的事前准备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持续在这个过程 让大家都了解这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心甘情愿一点 对然后他其实也是一种组织文化的星所 对因为的确也坦承在一开始 我们为了要赶着在几个月内就通过 我们的确是少数人参与的状况会比较多 那因为要赶快把资料伸出来 赶快去问供应商 赶快去做评估 对那后来呢就是通过之后 我们也开始希望说我们能够透过一些 大家集体的会议或是集体的交易训练等等 让大家更能够理解我们公司为什么要做ISO 我们做了ISO的目标 永续目标是什么 它有什么好处 它对于公司的发展 甚至是个人你的安全或是你的职业 各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都要持续不断的沟通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要做的更好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 而且都认同它很重要 而不是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表面功夫 因为那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希望是每个人的这个内在里面就会认同 并且愿意做这件事 是 要做到这一点 我这样讲 因为你们已经顺利取得了 其实已经算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会是大家仿效的对象 你自己评估 你觉得如果要把ISO 2021的所有的环节 都可以落实到也许七八成左右 大概真正要内化到这个程度 你觉得需要几年的时间你有把握 也就是说从少数寡头这样硬推 然后一直到大家其实都了解 而且认同 它就自然有机的一直往前前进 你大概需要几年 我真心的觉得可能要五六年 哇五六年的时间 对才会真的是把它内化到我们工作的日常 而且很认同它为什么要做 对因为其实目前大家都还是在 就是试营运 就是在尝试的阶段 所以会有各种很多不同的问题冒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光是每天在处理同仁提出的一些 就是真的是小到连 我们到底能不能提供仿文艺 我们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处理 因为呢ISO的立场是不主动提供药物 对那尤其是口服的更不可以给 因为它会有安全的问题 风险的问题 那如果是外用的话 好那我们自己怎么样去 因为它其实也不会告诉你说 你能不能给外用 它只是建议你尽量不要提供药物 而且你必须要在游览车上面啊 或在活动的开始执行前 你还得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会提供药物哦 而且你们也不能够互相提供哦 因为这样可能会有风险哦 云车药什么都不能给哦 那变成说我们自己就要去摸索 我们自己的这个药物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我们还得要去查很多的法规 然后法规如果没有建议 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建议大家 然后可能我们提出来 大家一开始也不见得能够接受 对那就还要再调整 就是甚至是连这么小的事情 都要一再的讨论 是啊 我觉得哇刚刚其实讲到两类厉害关系人 这里有很多也是涉及民众嘛 参加活动的民众 对那有些人会觉得 你干嘛怎么服务这么不到位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考量的角度 他们是没有想过的 是因为责任是在你们身上 对啊而且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过敏之类的 是是是 好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这个实战的这个经验 那我想要帮其他也常常要举办这种实体活动 就是实体活动举办的很密集的这些组织 跟你请教 如果我们想要跟有种学习 然后也想要走这个认证 然后慢慢内化这些永续管理 永续关照的这些部分 你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 千万不要 就是第一个可能是我们的组织的创办人的想法 够不够坚定 OK 对因为假设说这个信念不够坚定 很容易在中间过程 第一个先觉得烦的人可能是创办人 是是 对所以创办人自己心里要非常大信念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做 而且很重要 他不仅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他是为了所有人 包含环境 对所以他那个信念要很强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中阶主管的角色非常重要 所以必须要花蛮长一段时间 先跟中阶主管取得共识 而且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要先对 ISO这件事情 他还有很多要求都要有先有一个掌握 就是有心理准备 我们接下来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教育训练的时候 对大家来讲非常震撼教育 因为大家听到很多的要求都觉得 天哪真的吗 我要去跟餐厅的厨师取得肺结核证明 然后什么就是很细的那一种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很担心 因为其实我们的确也跟很多在地社区团体有合作 那个就是很难突破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就大家都被震撼教育到 然后都很惊吓 所以我们才会有后续的跟大家共识沟通的这个线上会议 就是再跟大家沟通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就是中阶主管的共识可以先建立起来 然后再透过主管的力量先去跟伙伴们做一些柔性的沟通 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它不是仅仅是为了公司以后更有名更能赚钱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目的 它可能真的是为了我们公司更能稳健的发展 而且我们能够降低我们很多的风险 那个才是未来大家持续在这边努力 一直工作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价值 不然的话其实如果这间公司它随时都可能会 蹦出风险出事情 然后因为供应商怎么了 所以这间公司的名誉受损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在这边工作也很没有保障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要跟伙伴们好好的去做沟通跟了解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大家在投入之前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未来我将面对一个很繁琐的文件准备跟沟通过程 那我们愿不愿意挑战 但是我也相信ISO 2021的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 它其实是保留弹性跟空间给各组织去发挥 跟弹性的去做他们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放心上的 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规定下来 你就完全不能够抵抗或者是不能够去改变 也不是这样 所以在投入之前对这件事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 跟心理准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 我觉得真的很精彩 那我真的可以期待我们的湘宁 从小金刚变成永续部长 然后最后变成永续管理之神 不要这么说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只听到湘宁的声音很好听 我是跟他面对面 他现在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我们明年的此刻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再经历一次这个认证更新 他的脸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松霜 对 跟那个我们的这个野柳女王头一样 对 好啊 今天真的很精彩 非常感谢湘宁部长跟我们的分享 感谢你宝贵的时间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